前章基礎建设计划 日速水爆香 打仗未来新台湾 现在所谓的区域创新 就是说像老师一直都有一个概念 说我们如果把每一个创新 都需要中央政府来做 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 好像大家齐头式的看起来平等 领下去做 可是没有办法让人民有感 那我们现在创新的方式 就是让整个六都 甚至包含照顾旁边的非都县市 来一起规划说 人民到底想要什么 而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工具 就要求人民接受什么 我想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们已经到了 所谓服务设计的一个时代 就是说人民来告诉地方政府要什么 地上方政府来告诉我们 中央政府需要调试怎么样的法规 需要抑注怎么样的资源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每个地区应该都可以长出 不同的特色来 未来台湾应该是要走向 所谓的区域创新系统 也就是在地的都市 在地的大学 跟在地的产业要做更紧密的连结 然后整个这个区域 在跟中央做非常好的连结的话 我们所做的包括研究 整个产业的布局 才不会说这个建树不建立 那未来事实上区域的都市 在地的都市 才是我们生活创新的全员 让人未来 让家里来怕病 有没有人能够 在地的都市 也就是住在地区里边 那就是住说 我们在地区里边 在地区里边 都市有的